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问题是 金刚圣守众师臣以虚为道 承蒙上师慈悲赐予殊胜法教 弟子们可以修持上师功德赞 来启请赞叹上师的功德 是否可以恭请尊贵上师慈悲开示 修持上师功德赞的重要性与殊胜内涵 而我们全球的善性法友 若尚未归一尊贵上师 平日如果不是共修的时间 是否也可以来修持此上师功德赞呢 谢谢上师阿弥陀佛 可以的 如果你有心要念诵 这上师功德赞不是针对隆德上师做的 但是祖师大德传承下来的 这是一般的传规 它是在大圆满传承祖师 接在大圆满传承祖师七请文后面来修诵的 或者你有 比如说你也在念我们的金刚词 就给七前法王的祖师七请文后面接着念上师功德赞 也是非常殊胜的 这上师功德赞 他的法义教授 其实他的文字也不是很艰深 大家看了也很容易懂 那你要说上师功德赞 你想了解他更深的意涵 在《亲近上师法》这部典集 以及《上师五师法》这部典集 都有充分地去解说到 《上师功德赞》的意涵 特别是《亲近上师法》这本典集 我们道场有免费印制与十方结缘 如果你有心想要了解 可以跟我们道场联系 这部典集是免费跟十方结缘的 修金刚密圣 这是几乎是必读的典集 在我们道场的传规 也就是你要进入这个密圣四规一 就是要守读《上师五师法》 还有《亲近上师法》 并承诺愿意来遵守金刚圣的相关的戒规 才能受持 如果你有违犯 那就是很可惜 就是说你这个道业没有成 但是由于你归于金刚圣 还有违犯 甚至有故意违犯 甚至有故意违犯 还故意不忏悔 以称慧心 或者以邪见心等等的 那当然有在这个 这有不合思议的不好的后果 那在这密序有讲到 现世 不得解脱 所修 不得成就 身心不得安稳 甚至就是说 这密圣的戒律 是三圣律里面 就是最殊胜 但是也是最大家要谨慎来受持的 所以就是我曾经做一个形容 就是受这个三皈依的人 皈依佛 法 僧 这你一生啊 人生在世 你如果以真诚心来皈依 皈依命依止 佛保 法保 僧保 就皈依三保 你这一生真是 最值得你庆幸的事情啊 皈依佛法声音 要不时时放在心上 要常常想起自己是佛弟子 常常意念佛德佛行 然后依教来奉行 无论你修三圣的哪一个法门 那都是很好的 只要能够跟你有缘 能够帮助你 能够解脱 成就你的道业 或者是超越你生命中的 种种的瓶颈困难 那这都是很好的 那如果你有这个修着三皈依 你想进而修这个密宗 要来受持密圣界 那你就是要好好的 自己检视自己 自己的发心 是否坚持成熟稳定 你看在我们 在这个求生西方极乐净土 祈愿文 也有讲到 你虽然皈依了 虽然灌顶了 但是不懂得善护自己的戒律 这是很严重的过失 这个就普遍 国内外的佛弟子 都有这个问题 很多 他皈依就有皈依的戒律了 一般的三皈依 那是在密圣来讲 那是所谓的外皈依 叫做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生 密圣的这个内皈依 它就是 所谓的皈依上师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生 这就是四皈依了 那这个时候开始 你要持守密圣界 密圣的界律 包括十四根本界 还有刚才讲的上师五十法 里面的这个 里面所强调的这些要点 都是你要去持守的学处 这就是说 你如果能够开一个 手牌的轿车 那你能力还没有去开 更大的车子 没有办法去开一个巴士 没有办法去开一个货柜车 那你就不要勉强 你应该慢慢练习 好好的练习 找一个很好的教练 或驾训班 去考了执照 好好的练习 有的人就突然 就是想开飞机的 也有 后果是不堪设想 所以就是不要拿自己的 会命开玩笑 能够 今生能够有三皈依 皈依佛法生 来好好修行 但是有人卡在一个问题 我又是皈依佛法生 我又想修秘法 但是我又怕 受密圣的四皈依 等等的 那你这就是 修学的意趣不明 严格来讲 没有受密圣四皈依修 修秘法 那都不 在严格的眼光来看 那都不算是如法的 应该也有密圣的四皈依 再来接受密圣道的四家型 或者大圆满道的五家型 在我们道场 是大圆满道的五家型 外共家型 以内不共家型 这些家型道 只要这些家型 有皈依 发心 还有积资 进账的法门 还有上师相应法 这是内不共家型的法门 这些内不共家型的法门 很多人他学佛修行 资良不足 要么没有钱 要么没有时间 要么没有住缘 住缘很重要 你看那个要自杀的人 常常旁边没有好的住缘 善互助 他就自杀成功了 如果有人守护他 他自杀不会成功 他刚刚那个脸色怪怪的 心情怪怪的 人就说 你要干嘛 你不要乱来 你有什么心思要讲 我带你到外面吃个饭 喝个茶 什么都好了 对不对 住缘很重要 有的人要退心 旁边没有善互助 看不出来 有善互助的就常常鼓励他 你这个经历我都有 我以前来的时候 来学佛的时候 或者我以前刚出家的时候 也会想家等等等等 结果回到家以后才发现 想家跟我回到家是不一样的 因为回到家的时候 被吵架 然后看到家人有很多的过患 又舍不得家人 又想帮助家人 又弃恼家人 怎么这么邪贱不如法 就卡在那里 自己都快要沉沦了 发现你自己在家毫无实意 又想出家 有的人在那边反反复复 心在那边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常常有这个 所以就跟他开导 我刚来也是一样 我跟你讲 人要生起正知正念 人要好好去思维 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的 有的时候想家 就像我们就是 坐车会晕车 晕车就想吐 头晕脑胀 这样那个症状会起来 等于下了车休息一下就好了 那个症状就会过去了 或者你得到流行感冒 上吐下泻 它就是有一些症状会起来 你再好好休息 多喝开水 吃药 那几天一个礼拜 它就会好了 那症状就会过去 有的很会鼓励人 这善互助 所以你遇到这善互助 或甚至有善知识 他就帮你过一关 过两关 过三关 就关关难过 关关得过 这人生在世 你有多少个大大小小的关 一关没过 你就倒在那里 有的还爬得起来 有的是爬不起来的 有的爬起来 自己心里已经变态了 他本来想精进的 爬起来以后 他觉得他不想精进的 有人说人生摔了一跤 他爬起来以后 说从此我不做好人 他从此不做好人了 你看看 所以什么愚痴的人都有 什么想法都有 日善互助 尤其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澎湖道场三规一的弟子 已经是道场三规一弟子 因为怕会违背四规一界 影响到金刚上师的受长 而不敢报名受四规一 请示上师这样的心态 该如何做正确的调整呢 那就是你自己 自己先会为上师想 会为上师着想 那这个弟子也是 蛮恭敬师长的 这一点还蛮有善感 那确实 就是自己去故意犯戒 或者不忏悔 那确实会影响到上师注释的时间 所以你要去想 不管是上师 或者所有这世界上的具得的上师 善知识 还有诸佛菩萨 他来到这个世间 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不是为了度化友情吗 那为什么你这个友情众生 都不肯自度或他度呢 都不自己不度自己 也不让别人来度你 你僵在那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这也是在说不过去 应该是赶快去打破这样的一个迷思 超越这样的一个瓶颈 好好的发心 你如果真的替上师着想 应该想上师怎么样才会欢喜 上师欢喜莫过于 你看这世自在王佛 听到法藏比丘发这样的超世大悦 哎呀 那欢喜啊 那无可言说了 是不是无可言喻了 就是这个弟子的能够发真实的心 想要修自己 想要利他人 这是最要紧的 怕这个怕那个 其实这也是你在我们道场学佛 听到的一个知见 就是说自己没有好好 四归以后没有好好修 影响到上师 其实还有很多的影响 你还没学到 你还没有讲 我都还没有机会讲 你还没听到 不止这一些 你现在也就要停在那里 不敢肆归一 不敢受密圣戒 也有那样的过患 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人寿是很短的 我们现在这个人寿很短的时间 没有办法让你在那里搓头个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的 很多事情的我们也能做的事情 就是那么有限 要赶快发心 当机立断地去做了 你看有多少人就在那边想 我是要修 我还是不修 我是要持戒 我还是不持戒 我是要去 要这样 出家 我还是不出家 就在那里想 你那个脑袋如果能想得到 那个电灯大概就是你发明的了 是不是 你那个脑袋如果这样想就能想对 想出个所以然 想出一条人生光明大道 你早就不会有今天的焦灼与痛苦了 所以你要去听善知识的话 或者是依止佛法的正知正见 我们三皈依的时候皈依法 对不对 先皈依佛再皈依法 要依止佛法里面讲的 然后皈依生 皈依那种清净持戒的修行人 常常清净身团 因为自己脑袋就不好 没有那种智慧 你还在那边想想 你看多少人从青年年轻的时候开始想 想到变成大叔大神 他还在那里爆汗 哎呀 我当小姐的时候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曾经想怎么样的好好修 我就想吃素 我就想持戒 甚至我想闭关 我想出家 你现在都几岁 都四五十了 大叔 你现在看个电视都不知道演到第几台了 是不是 这时间都被你这样胡思乱想浪费掉了 所以我们大家要互相提醒 要互相警惕 没有时间再让你再来蹉跎的 要当机立断 有的时候要责善坚持 来 再来 这一个提问是台中道场三归一的弟子 也是有关于四归一界的问题 有许多同修想要把握圣缘 向慈悲上师求授四归一界 弟子听闻上师的开示 若要求授四归一界 需要心态正确 能持守戒律 想清楚再求授 请示上师 若自觉业障深重 修行有诸多障碍 常不小心地来犯错 担心自己的状况不够稳定 这样的同修除了 钻研亲近上师法 金刚圣十四根本界 是否可以提前来做功德 乃至开立专案回向 为求授四归一之事 求一个好缘起 今生能医指上师 修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恭请上师开始 你要能这么做 讲得都这么好了 对不对 能够来机智进脏 整顿自身一下 求一个好缘起 你再来慎重地来求授四归一 当然也是都随习你了 那就怕你在那边 这么一弄又是好几年 这么一弄 好的缘起没看见 退心倒是看见 自己都是蹉跎掉 那个缘进来的时候 那就是那么一点点时间 为什么我们听经文法 听经文法你虽然听的不是融会贯通 耳熟能详或者是 随时可以寄送这种经文寄语 但是你会听了很多很好的 知见在你的相续之中 这些相续之中它在你会起作用 在必要的时候会起作用 你心里充满烦恼痛苦比较好 还是充满佛法政治正见比较好 当然是充满佛法的政治正见比较好 在你的心脑中这些佛法政治正见 它会刺激比较 它会涌现 你一个正念起来你人生就不同 你看我们马路上捡到一包钱 一个正念起来时经不昧 我们丢掉这个钱的施主应该很着急 但是现在诈骗集团也很多 立刻送到警察局或立刻报警 有的你拿那个包包走在半路上要去报警 诈骗集团出来 他说你偷他的钱 你抢他的钱 现在这个社会很不单纯 有的就想我最近疫情这样大家都很缺钱 没有上班 他就想这里也没有摄影机 就把那个钱据为机 你看生死因练之间 后面发生什么事倒霉的事都还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相续中有政治正念实在是太重要了 那这些政治正念来自于平时的培养你亲近的人事物 或者是你有定期的听闻佛法 你每天有读佛经 看佛书 你每天有早晚定课 你有亲近善知识 你有学着去讲给别人听 那这些政治正念在你相续之中它会坚固 它会巩固起来 它会变成你相续之中的定见 人生有很多就不会改换的 你会养成这些很好的习气 成佛也靠习气养成的 好 再来呢 最后一个提问就是高雄道场四归一弟子 现代许多的工作是属于不敬业 对于博弈类型的行业 有些人会认为不偷不抢 是倚靠个人的聪明才智 谋取生活所需 请示尊贵上师 对于赚这样的钱财 是否有什么样的恶业因缘 觉得自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赚取钱财 观念上是否有偏差错误 恭请上师慈悲开示 这个跟很多人一样 我在共修现在连线到全球去 每回都有几千或者上万的人 来收看我的视频 听到我讲这龙德上师都讲 劝人家要吃素 戒杀放生 而且我常常讲 我也亲力亲为 很多人看到他就不想再看我的视频了 那我还是要讲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事情 真理它是不能去改变的 不能去退让的 不能去退而求其次 这些就是要讲 为什么呢 这些你是不能犯的 那现在讲到说你已经四归一了 或者你来学佛 或者你想接触佛门 你还去做这个博弈的事情 所以最近大家又要去释放第二波的 要去抢救海犁妈妈的活动了 大家要注意安全 澎湖同修出海要注意安全 这活动很好 很有意义 这活动能救多少海力 与这个澎湖海域 大部分来讲我们抢救的 它不是多数 我们抢救一部分而已 你晓得吗 但是以这样的活动来唤醒 大家本具的良知良能 不要再杀 不要再吃众生的肉 这么大的疫情 死伤这么多人 难道听不懂老天爷 跟我们讲的话 你现在还在那边 贪淡口腹之欲 还在那边杀生害命 还在那边不尊重生命 还在那边没有慈悲心 平等心 这不是自己 好像是自己自觉 自己光明人生道路 那你现在做这个行业一样 你做这个行业 自己以自己的良知去判断 这个行业有没有投机 有没有会让自他的心性沉沦 被决合成 就是违背了光明的决性 而跟世俗的五欲六成相合 你做这个行业有没有 有没有让其他的家人受害 你看有没有 还是可以利益很多人 如果可以利益很多人 可以把人家带到 光明幸福的境界 那这就是善业了 如果是相反的 那你就劝你赶快改行 不要再做这个 为什么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你就是先毫必报 毫毛之报 你也必须承受 所以你做这些事情 将来都有相对应的善报及恶报 所以你现在做这个行业 尤其是行业那还得了 行业就是每天你要去上班 要去做的 定时定点定量的去造这些业 善业或恶业 对不对 那你如果造的是恶业 就劝你立刻改行 钱少赚一点 辛苦一点 患得 你这个良心 心安理得 那你会有更好的人生的前景 好 还有呢 那我这里有一些 有一位 姓石的 同修 他看起来应该是三归一弟子 五十几岁 台南东区的人 这位石同修 他是三归一弟子 现在担任大学教授 他说听我讲 他曾经听上师开示 知道儿子与自己是冤亲在主 才会不听话 结交坏朋友 哎呦 我讲的不止这些了 这冤亲在主啊 很好判断 那我先讲这位石同修 他讲了 他说 这个 他的儿子先从台南 某个学校辍学 然后结交车友 没有成年就骑重型机车 花钱在养车 买车养车 花了很多钱 弟子屡劝不听 先前有专案处理 儿子状况略有改善 现在已经重念某某大学 但是呢 喜欢花钱买车养车的情况还在 老师也反映上课 这个小孩上课不专心 就是你在这里是希望他能够远离恶友 将来寻寻善幼 让他接触佛法 建立正确人生观 这位石同修 您自己写这些情节 您觉得贵公子是您的善缘 还是缘亲在主 大圆满 或者佛子行三十七宗都有讲到 讲到怨亲无常 现在是缘亲在主的关系 现在是缘亲在主的关系 首先我们学佛的人应该知道 本来很好的变成有仇 本来关系很不好 变得很好 都有 这就是怨亲这种关系是无常变化的 那确实你跟他听起来他是有点冤怯 但是你专案处理 如果照你现在所写的要让他接触佛法 你要他接触佛法建立正确人生观 那你要多行善事 你现在当大学教授 大学教授有一无一间利益很多心心学子 这种机会多得很 我以前的那个师兄就是 他课堂上 他是学生里面最喜欢的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常常讲一些因果报应的故事 常常讲一些历史上的 比如说三淮汤明 很多历史上的谋朝篡位的故事 这其中都有因果关系 我常常给这些学子们这些因果报应的观念 不敢去做坏事 多行善道 你如果常常做这个 把它当作每天的修行 要讲这个要有技巧 现在有的时候学生觉得你这样讲 太悬他会给你投诉 他用手机给你录音了 给你投诉的也有 所以你要很会讲很有技巧 常常做这些社会公义的事情 救别人家的小孩 好像救自己家的小孩一样 把你把这个当专案一样 然后每天在佛前回向 跟你特定的本尊菩萨求 说这样以我这个专心教课 每天做定课或做善事功德 我要求什么事集中来回向 那就是会有很大的转变 但是它不是很快 你这个状况它没有那么快 它还要一点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希望你能够采纳我的意见 那再来了这里有一个 今天收到的有一个传真 感谢您为学生化解心中深沉阴影 现在努力解渊世杰 佛前许下各百部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为两位水而化解的缘分 这大概是两周前还是一周前 好像我记得有一位讲过吧 本来您教我十五到二十日完成 不能间断 这倒不是说十五 这是举例 就是说你不要拖得很长 一年三年这样子来 你就是集中的每天不间断的来回向 每天都有诵经或者功德产生 他说我平常做早晚课时间 若稍有耽误 你的水而 两位水而也会让你立刻有感觉 你看吧 他们很急的 不是我在给你讲的 你稍微不想做定课延迟 或者你的念头心理想 是不是今天晚课别做 他们会知道 他们立刻就来了 怎么不做了 怎么可以不做 一天不吃饭行不行 两天不吃饭行不行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要积极每天都做 早晚 那倒不是说就是要念心经 也才 这里讲说 三天也才拜了一百二十次 这个大礼拜 大礼拜要看人 如果是要超见 大礼拜是辅助 应该多念经 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阿弥陀经 佛说阿弥陀经 加上如果要超度这样 超度这个水而 超度王者 要加往生咒多念一点 那这个都要念百步 动则百步以上 因为要超见王者 因为要超见王者 他不是一般性的回向 那这个在这里讲 这个还要 这位刘 刘女士 这还要加油 继续咯 这还要继续给两位水而回向 再来这一位 叶童修 女性 高雄 久如 梦中有一段对话 弟子的姐姐排 子为斗树 命盘 告诉梦中的弟子 六十岁 会罹患癌症 梦境至此 五十七岁了 这个就是说 如果 这个命盘排得准 你六十几岁 会罹患癌症 你要是用这种 沾算之术 算出人 什么时候 几岁有大病或小病 车观学光 这是很容易的 只要学过这沾算之术 很容易就推算出来 特别 特别中国人很会算这个 台湾有很多 会算这个的 算得很准 有些人 他就是 找西藏的喇嘛仁波切 打挂 对不对 就是说 西藏喇嘛仁波切 请你给我打个挂 说我现在这个事情 要修什么法 念什么经 要不要做火供 等等的 那个仁波切反而说什么 我听说你们台湾的人 才会算这个 我们很多人都要来台湾算 为什么 他确实是有这个学术 有这个学术 从古代传到现在 但是呢 你要是担心 现在就开始专念大悲咒 每天你如果能够念 我看你有没有 这好像你没有皈依佛门 如果你还没有皈依或者吃素 或者有定课的话 被算的准的几率就会高 那就劝你现在开始如素 戒杀放生 每天都念 专修大悲咒 或者你就是 如果你修这个阿弥陀佛的仪轨 你可以专修阿弥陀佛的长咒 来回向消除你这样的一个 健康上的障碍 你如果担心就这么做 我现在在这边跟你说 你可能会发生 或者说你不会发生 都不恰当 但是我确实 有把握跟你说 但是我就跟你讲 你现在开始应该 就是专持一个咒 或专送一部经 来好像针对这件事情来化解 来做回向 再来就是大陆的同修 四归一弟子 弟子母亲在三十一年前 三十九岁舍报 留下弟子姐妹两人 十三岁就失去母爱 每当想起母亲心如刀割 泪流满面 弟子很想为母亲 蒙佛皆引往生善去 尽一份孝心 在二零一八年 有开立专案 但弟子马上出现状况 暂缓了 正同修 然后马上出现状况就停了 昨天晚上梦到母亲说 弟子儿子舍抱 弟子很伤心 应该 但想到应该万元放下 应该为母亲 应该为孩子做功德 后来发现儿子好好出现 弟子问母亲说 妈妈 为什么开这个玩笑 好 跟你讲 第一个 你这里写到 你的母亲当年是自杀的 三十九岁 这一个官过不去自杀的 自杀是大杀业最重 一般你这样初学 刚归一佛门 就想超见母亲 是很有孝心 但是你的准备不够 一般是自己持戒 定课 或者行善很多年 自己有一个根基了以后 开始慢慢地来做这个事 有办法 或者就是离请僧团 为母亲做超度 僧团超见的力量才大 或者长期为妈妈做这个 我们到场的 每个月的阅历超度 都是免费的 你就每次都为妈妈参加 请台湾同修 帮你的母亲弟连位 这个都很好 所以你一开始想 刚想帮妈妈做专案超度她 你当然会出状况了 这个我教了很多 就是扛不动 刚开始扛不动 梦到母亲跟你说 你的儿子舍抱 这个不是乱说 这就是你的儿子舍抱 看起来这就是 这是你的儿子 有一个观要去过 有一个节要去过 之前你为你母亲做的这些功德 为他修的行 就好像我们烧开水 这个火不大 但是你说这个水 慢慢慢慢量水 它就会变温水 温水才会变热水 最后才会沸腾 所以你这个水 已经从凉水 要转温水的时候 你要有信心 你如果持之以恒 以行功利得 回向的这个火力 你继继续持之以恒地坐下去 马上它就要变热水了 所以最后你就会把这个水煮开 要持之以恒 但是你现在感受不强 所以他现在还会来保佑他的后人 他就来跟你讲 就是说你儿子有一个观 你要帮你儿子做功德 或者发一个善愿来过来 这里还有一位 一样大陆的冯同修女性 这是有持五界的弟子 2018年12月份 弟子送医护主金刚池 救给七千法王齐寝文 会自然流泪 满心感恩于心中 生其忏悔心 看完祖师 救给七千法王涅槃 纪念录像 会感觉自己全身 就是麻麻的 生其忏悔 不停哭泣 至何时向祖师忏悔 不知道具体有什么原因 那当然有原因 就是你 他会成为你的祖师 你素师跟他自然有缘 所以现在就是 你在看他祖师的法照 看他的这个录像 影集视频的时候 心里有感触 自然会生起这个忏悔之心 忏悔就是忏悔 往昔直欲圣缘的时候 没有好好修行 选择了爱情 那当然就诸多的颠颇脱模了 导致你今生修行 也是有很多的违缘逆境 那就忏悔以后 忏悔以后好了 忏悔就好了 忏悔完了以后 就要去做对的事情 这也是一种忏悔的行持 忏悔不使光认个错就好了 忏悔完以后的行持 尤其重要 要不二过 不要再被这世俗的五欲六成 所转 自己心里要有定见 今生就要好好的修到底 修到成功 立即订阅观音山龙德上师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龙德上师 显密佛法开示 与直播课程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